懂得舍弃才能身轻如燕的前行,享受当下 作者 尼采 不享受并不是件好事,应当享受当下 即便那些要将视线从痛苦的世上移开 比如,家里只要有一个人不会享受,郁郁寡欢 整个家庭就会闷闷不乐,乌烟瘴气 聚会以工作场所的情况也是如此 尽可能幸福地生活吧 为此,就要享受当下,开怀欢笑 让全身都来享受这一瞬间 精神层次越高,就越能为细微之物喜悦 一个人的精神层次越高,心里越是健康 就越不会突然哄笑,也不会因哄笑显得粗俗 轻率刺耳的哄笑不见踪影 微笑喜悦的表情则会越来越多 因为他能够辨别细微之物 每当他意识到人生中竟隐藏着如此之多的快事 他便会感到喜悦 也就是说,他的精神已经达到了极其纤细敏感的程度 将经历过的事运用到明天的生活中去 有人觉得,在陌生的地方,漫无目的地完成各项行程便是旅行 有人觉得,买些东西回来就是旅行 有人享受旅行时看见的异国风情 有人期待旅行时邂逅与经历 也有人将旅行时观察到的,经历过的事情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与生活中去 人生之旅也是如此 若是将每一次的体验与见闻只视为纪念品,不加以利用 人生就会成为少数几件板上钉钉之事的重复 将经历过的事运用到明天的生活中去 不断开拓自己 这样的态度能令你畅详人生之旅 选择充满生气的事物 所有的良性的事物都能为人注入生气 或是激励你积极生活 以死为题材的书籍中 也有能为人注入生气的好书 相反,以生命为主题的书中 也有将生命矮小化的坏书 无论是言语还是行动 能注入生气的就是良性的 当然,充满活力的人 能不断向周围产生积极影响 选择这些良性的事物 就意味着你为众多人注入了生气 懂得舍弃才能身轻如燕地前行 人生苦短 死亡甚至可能在傍晚时分悄然降临 所以我们能做些什么的机会只有当下 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成些什么 就不得不离开些什么 舍弃些什么 然而,我们并不需要烦恼究竟该舍弃什么 在你努力行动的时候 不需要的东西会自然而然地离开你 就好像枯黄的树叶会从枝头飘落一般 这样一来 我们便会身轻如燕 离高峰更近一步 想赢得赞同 首先就要断言 如果你想说服尽可能多的人 或是想对他们产生某种影响 只需断言即可 多废唇舌论述自己意见的 正当性的也是徒劳 这样反而会让更多人心生怀疑 若是想赢得赞同 首先就要断言 若想度过哀意的人生 你想轻轻松松地度过哀意的人生 那就混迹于人群之中吧 时刻与群众为伍 最终忘记自己的存在就好 保留旧思想只有死路一条 不脱皮的蛇只有死路一条 人类也不例外 若是抓着旧思想的皮不放 人便会从内部开始腐败 不仅无法成长 还会迎来死亡 要脱胎换骨 就必须让思维也进行新陈代谢 埋头于工作 定会迎来转机 专心于自己的工作 能让你不再胡思乱想 从这个角度来看 拥有工作也是好事一桩 在生活上的担忧来之时 我们能埋头于熟悉的工作之中 借此避免现实问题 所带来的压迫与忧心 痛苦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逃避 即便你屡战屡败 无比痛苦 事态也未必会因此好转 不要把自己的心逼得太紧 在埋头于赋予自己的工作 逃避忧虑的时候 定会迎来转机 一边执行计划 一边修改计划 制定计划总是充满愉悦 伴随着快感 制定长期旅行的计划 想象自己理想中的小家 制定能够取得成功的周密的工作计划 制定人生计划 每一项都充满梦想与希望 让你心怀期待 然而 人生并不停留在愉快的计划上 只要你还活着 就必须执行计划 否则 就只能帮助别人实现他的计划 开始执行计划之后 各种障碍 绊脚石 愤恨 幻灭 便会出现在你眼前 你只有两种选择 逐一克服 或是半途而废 我们究竟该怎么做呢 一边执行计划 一边修改计划即可 这样一来 就能在享受的过程中实现计划 爱清洁的人自然幸福 在孩子年幼时 尤其应当注重培养他的清洁观 这不仅因为洗手能保持清洁 抵御疾病 有利于身体健康 爱清洁的习惯还会扩展到精神层面上 它会将偷窃及其他不道德的事物 认作污秽 催生出作为社会人的清纯 温厚与好品性等等 成为习惯的清洁观便是洁癖 有洁癖的人 能自然而然地吸引住 收获幸福的要素与契机